7月20号,朋友们,现在中午西班牙的时间12点一刻 这有一个人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人说他姓朱,他姓朱 就在这个月2021年的7月7号,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那天 他写的文章叫做美签,美签就是美国签证 美国的这个Visa,亲身经历抓共产党 这是他写的啊 他说近日中国外交部抗议美国拒签了500多位到美国求学的理工科学生的签证请求 当时没把这件事啊当回事,以为这和我无关 疫情以来我所在的公司不景气 最近求得一份美国大公司的位置啊 就是他求职啊 他原来的公司不景气 啊给他一个什么职位呢 叫做首席科学家啊 那看来这个人是有这个很深的这种学术的水平的啊 包括资历啊 然后呢 对待遇和工作内容都很感兴趣 是做ATMP啊 这个医药方面的一个检测工作 所谓的ATMP就是新型药物 比如说这个MRNA疫苗和基因治疗 细胞治疗免疫治疗都属于这个ATMP啊 他是有加拿大的应该是有加拿大的护照的啊 他说加拿大人要到美国工作啊 看来他是一个华裔的加拿大人啊 需要一个简单的签证叫TN 不用到领事馆申请 只要在任何一个边境站或飞机场 让边界官边境官啊 应该就是美国那海关吧 海关和移民局是吧 让边境官在护照上敲一个张 咔嚓盖一个张 盖张好像叫查尺是吧 查尺 用不着预约 所以我没把这个当当回事 找了个有空的周末 就到离我最近的边境站去了 每家边境因为疫情关闭 所以人很少 根本就没等 就直达门槛 就到了那个边防线上 边境线上门槛 门槛问了情况 就让我带着文件到一个办公室去等 在里面碰到另一个中国人 正在愁眉苦脸 我问了他的情况 他说他是军科院的博士生 军科院啊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啊 那个地儿在哪呢 在海淀区香红旗 最早的院长应该是叶剑英元帅啊 这个军科院 有一个军事历史杂志 我还在他们那写了一篇论文 发表了 关于这个中亚 啊 关于中亚问题的啊 新疆啊 哈萨克斯坦呀 蒙古国呀 我写了一篇啊 所谓的论文 那早了 那是2005年啊 我写了一个 我也去过军科院几回 也认识里边几个人啊 那他是军科院的博士生 按道理是中国的国防单位的博士生哈 已经在加拿大作为博士后 工作了五年 博士后工作站吗 是吧 最后你可以出站啊 他作为博士后 工作了五年的加拿大 入了籍啊 还入了加拿大籍 啊 是吧 看来他们之前哈 没把中国当成 真正意义上的敌国 敌对国家 敌人 是吧 否则的话 你有这种背景 他不可能让你入了加拿大籍 最近工作没了 在美国找了份工作 不料 TN签证 遇到麻烦 正说着 他被叫了进去 告知拒签 垂头丧脑的 也叫垂头丧气的 粘头搭了脑的啊 走了 这把我吓了一跳 我也是中国的军医大学毕业的 中国的军医大学呀 啊 我印象中至少有四个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好像上海有一个 然后西安有一个 广州有一个 哪还有一个来着 我忘了啊 现在改了 好像把有些就不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了 有的直接叫什么海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反正广州那个是叫空军的还是叫海军的 我现在忘了啊 反正西安啊 广州上海都有 还有一个在哪 我想不起来了 是武汉还是沈阳 我忘了啊 可能不是沈阳 这把我吓了一跳啊 我也是中国的军医大学毕业的 但一想到我到北美已经二十年了 20 years啊 Already 20 years in North American 又露窃了哈 这个而那个人拒签 可能是因为他的中国军队的经历 时间太近吧 中国军队吗 China Army吗 China Soldier啊 中国战士 就是解放军就是PLA People's Laboration Army 我还是没逃过啊 就到他这了啊 我还是没逃过 一个年轻的边境官啊 就是看了我的学历后 就叫来了一个年纪大点 脸色严峻 长得像托洛茨基的资深边境官 托洛茨基吗 就是原来苏联的啊 跟列宁 他们都是最资深的 号称红军之父 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 后来跟斯大林闹翻了 逃往海外 最后逃到墨西哥 还是没逃过 斯大林的特工 用斧子活活给砍死了 他直奔主题 问谁支付我的学费的 那只能诚实的回答 是中国政府了 China Government啊 然后他就问 Are you rememb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you rememb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你是中共党员吗 经过了川普政府的歇斯底里 他认为川普是歇斯底里 这个我不是太同意 但是我们尊重的原作者 我这点政治觉悟还是有的 就是川普跟共产党拍桌子 跟中共 之前还是半遮半掩的 还没有彻底翻脸 主动承认是中共党员 那就肯定要拒签了 再说我在读书时真的不是 学员党员 就是上大学学员里的 大学生里的党员是需要非常积极的 不告点有价值的状 跑到那个辅导员呀 班主任呀 告状去 那表现积极呀 跟党靠拢啊 谁谁谁思想落后 怎么怎么的啊 呃 做出点醒目的成绩 不告点有价值的状 做出点醒目的成绩 是入不了党的 我就认识一哥们 北京某大学老师 还请我到他们大学做个讲座呢 然后他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 他爸也是老革命 呃 吉林人 然后在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工作过 他父亲 然后他爸住重文门啊 他住海淀 住朝阳这边啊 海淀也有房 朝阳也有房 然后这个人 就是后来就退党了 应该是 呃 05年还是04年就退了 他说都是一些假大空 耽误功夫 我不跟他们喘气了 他退党了 但是他跟我说 他在大学里边 他退党 没受到什么 虐待呀 为难呀 迫害呀 什么边缘化 也都没有啊 于是我就坦然的回答 不是 他表示不信 说中国的军人 哪会不是党员的 我说真的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入党的 都能入党的 呃 不过我跟那个总参三部啊 就是总参技术侦察部 总参三部的一个大校啊 那会儿还是中校前些年在一起吃饭 他说反正在他们总参三部啊 三部二部反正这种的总部机关里边 军官百分之百是党员 你不可能有 人家都是你不是 不可能 啊 在我说的时候 我可能露出了点笑容 我的回答和态度 可能激怒了他 他历生的说 is not funny 啊 这个 funny 我读不准啊 f u n n y 啊 i am 就是 怎么说呢 我这读不好啊 就是他说 这不是开玩笑 我是严肃的 严肃好像叫 s e r i o u s啊 他说我是严肃的 这不是开玩笑 关于我是否党员的问题 他开始了调查 别跟我开玩笑啊 别蒙我 别跟我玩这个 立个愣啊 马上来了四个另外部门的边境官 先要了我的id啊 社会号啊 id就是身份证吧 是吧 社会号 社会号就是社会保险号码吧 这每个人都有 还有电话 还有email 还有社交软件账号 然后要了我的手机和密码 另一个官员还要了我的car kin carkin是车钥匙吗 car 小小小汽车 kin k e y 是吧 连汽车钥匙都要走了啊 他们待在一个房间里认真工作 我坐在外面心情非常的紧张 啊 此生啊 我这辈子第一次因为共产党的身份啊 这么紧张过 想起了那些电影里的地下党员 地下党员啊 什么永不消失的电波 什么这个红颜 是吧 啊 红颜叫什么呢 那电影是叫红颜吗 江姐 什么许云峰 普志高 是吧 什么54号兵战 是吧 鸡毛信 我现在虽然面临的不是生死关头 但紧张程度一点不亚于那些所谓的地下党员 拒签了就意味着我以一个美国大公司高管收官我的职业生涯的梦想破碎了啊 他想去那美国公司给他一个首席科学家呀 这年薪可不低呢 调查经历了一个小时 我的全身都被冷汗湿透了 我有点颤抖 我不住的祷告 又怕中文上帝听不懂 直接用英文祷告 只恨自己不会耶稣说的西伯来语 耶稣啊 不是犹太人吗 但是我听到另一个说法说耶稣传教是使用的亚美尼亚语 那潜台词说耶稣是亚美尼亚人 终于拖了此击 就是那个老的边境官啊 喊了我的名字 告诉我 We can give you the visa We can give you the visa 我们可以给你签证 我听成了We can't 我听成了不能 We can give you a visa Give you the visa 他听成了We can't give you the visa 以为拒签了 我脸都白了 他有点同情了 用更明确的语句告诉我被批准了 然后就进行了一场政治教育 比如说某政党残害百姓 祸国殃民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必须严格审查 经查我不太可能是共产党员 观点是很反共的 谢谢我的合作 但他并未道歉 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祝愿我的新工作顺利 其实在美国的有好多都是原来在国安系统的 公安系统的 在解放军 在不管是军队的什么野战部队啊 各机关各总部啊 包括军队院校啊 军队的研究机构工作的人挺多的 是吧 你看经常上美国之音那个安徽人 姚成忠孝 那原来不就是海军一个军舰的舰长吗 他现在不就老上美国之音 不也是骂共产党吗 是吧 所以就是说 是不是党员 是不是军人 和他现在的政治立场 他是挺共产党的 还是反共产党的 还是骂共产党的 啊 不一样啊 这不一定 不一定啊 不一定怎么说来的 可能是perhaps吗 maybe是吗 我回去时发现我的车子被翻了个遍 幸亏没放什么党旗国旗之类的 我家岳母曾在聚会时拿回了一些 他岳母估计是那种所谓的老粉红 是吧 那种大妈 朝阳大妈的海外版 加拿大版啊 再看我的手机屏幕停留在设置上 可能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手段他用的那单词我不会念啊 P-R-O-T-O-C-O-L P-R-O-T-O-C-O-L 我的英文社媒英文的社交媒体都有看过的痕迹 我用的最多的微信 好像翻动的痕迹不明显 幸亏我没装什么强国学习软件 也没看和转发那些所谓的党庆啊 百年党庆的视频和帖子 更没发表所谓的爱党反美的帖子 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和程序 肯定 肯定是我没有达到他们所认定的党员或亲共人士的标准 虽然这几个美国边境官 让我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我还是要感谢他们的专业精神 按TN的签发标准 边境官可以独断专行 决定是否签发签证 这个独断专行这个词叫 A-R-B-I-T-R-A-R-I-L-Y 这个意思就是独断专行 F-E和G-E也是独断专行 就是他有这个自由财量权 用台湾的话叫自由财量权 我看你不顺眼 我看你可以 我就可以不给你签证 我就可以拒签 我有这个权利 对不对 要保卫美国的国土安全 国家安全 如果他们主观上讨厌你 就可以拒签 是吧 这就是独断专行吗 自由财量权 自由心政 没讲理的地方 也没辩护的机会 另外 这个经历也让我 嗅到了新版 麦卡锡主义的味道 麦卡锡 那极端反共啊 非常反共的 麦卡锡的助手是谁 大家知道吗 麦卡锡一个人 搞不了那么多的事 他的助手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 他们都是反共的 当然那会儿苏联共产党 在美国社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渗透 后来也查出了一些人 有的人还把家里边 又藏有美国政府的机密 有一些情报 藏在家里边 地里边 种的南瓜里边了 这都有 查出了不少人呢 应该说可能有个别是冤枉的 绝大部分的不冤枉 都是苏联渗透过来的人 虽然有的人也出生在美国 但是他认同苏联那一套 认同苏联的那种 集权的独裁的模式 用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包装起来的 听着很美好的那些 实际上很丑陋 很邪恶 很野蛮的东西 那么中国会做的事 美国也会做 比如说查你的言论 搜集你的底细 因言定罪 言论吗 你敢说你说的话 不是你的心里话吗 对吧 现在只是在签证领域 以后可能会扩展到 更广的领域 一般美国人 甚至西方人 都对共产党非常的反感 看到镰刀斧子 实际上镰刀锤头 是个锤子 不是镰刀斧子 看到镰刀斧子吧 一般都认为 老百姓都以为是镰刀斧子 实际上那是个锤子 那不是斧子 看到镰刀斧子旗 就像看到纳粹的旗子一样 而新冠溯源的新闻 更让平常百姓 对中国人 甚至推广至亚裔 充满了愤怒 对啊 去年有了疫情之后 不光是在美国 还有英国啊 什么有一些国家 有的是什么新加坡人 什么韩国人 日本人 被白人也打一顿啊 都说你们是 中国人 都说他们是中国人 说你们把病毒 给我们带过来了 西班牙这也有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 个别的西班牙人 一看见中国人就说 你们把病毒带过来的 你们很讨厌啊 也有类似的言论 这我们就知道啊 充满愤怒 美国发生的事儿 很快会传染到加拿大 当年二战结束的时候 是吧 好像是巴顿 还是丘吉尔 还是谁 反正西方的是政要啊 还是将领 不是说过吗 把希特勒打趴下之后 他们说 我们是不是打错人了 他们认为头号敌人 应该是斯大林 应该是苏联的这种体制 但实际上我认为啊 也不能叫打错了 因为希特勒也该猜 也该灭 斯大林也该猜 也该灭 啊 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是 不能说一丘之鹤吧 应该说都不是个好玩意儿 都不是个好东西 对不对 啊 那么五眼的其他国家 五眼联盟吗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啊 很快啊 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 从国家机器到民间 啊 都会对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吧 或者叫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中国 进行各方面的围剿啊 有的海外华人身在海外还心系祖国 成天发表爱党反美言论 如果说在海外发表反党言论 反党啊 反共产党 反CCP啊 只是可能以后回国时惹点麻烦 啊 或你的微信被限制在中国言论的话 那么你在人家的地盘上发表爱党言论 后果可能更加的直接 更加的严厉 回国也不是惹点麻烦吧 那周周侃 对吧 应该都抓了吧 听说判刑了 对不对 都有麻烦 是不是 这华人也是 哼